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生 休暑 第二百零五集 夜晚的黑纱 一点一点清晰宋燃的视线 宋燃将窗外的帘子拉上时 看见骑军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旁边的庸人给她拿来冰袋 被她一把扔在地上 连礼都没礼 宋燃也不想再管这种闲事 直接将帘子拉了回去 骑军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使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是就算有任何理由 她都不会再原谅骑军 只是 齐莲松今天的到来 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说什么都要问个清楚 还好 她一直都将齐莲松给她的那部手机 放在身上 也是以防外衣别人发现 她将门死死锁上 拿出那个电话 当听到对方的声音是麒麟松时 这才肯放出自己的声音 齐叔叔 你今天来 是有什么目的吗 燃燃 没什么 我只是怕你被齐君欺负了才赶过去的 你就在那里安心地住下吧 有我在啊 她不敢动你跟孩子的 孩子 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 宋燃很是惊讶 明明让墨千行封锁的消息 却这么快传到了齐莲松的耳里 她甚至都开始怀疑 墨千行到底有没有封锁自己怀孕的消息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只需要安心养胎就是了 这期间我会派人给你送些补品 你可记得吃啊 齐莲松如同父亲般的口吻 让宋燃一时之间无法交话 又不是他自己的亲孙子 他又何必这样亲力亲为 这让宋燃无法理解 叔叔 这个孩子并不是齐君的 您为何这么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孩子都是无辜的 你父亲在世时 跟我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帮他照顾女儿的孩子 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你就别多想啊 好好养胎就是了 听到这儿 宋燃才彻底放宽了心 但是他也无法对齐莲松 完全放下心中芥蒂 毕竟有其父就有妻子 谢谢叔叔 那我先挂了 你早点休息 宋燃很是客气地 对齐莲松道了声晚安 但是他觉得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像齐莲松这么精明的人 怎么会很舍得 花心思养别人的孩子 这其中肯定有诈 在齐君生活的这几天里 异常地平静 齐君每天都跟在宋燃后面 嘘寒问暖 尽管被泼了好几次冷水 他还是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 亲力亲为地去照顾他 无论是餐饮还是生活 起居的问题上 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跟墨千行家里的照顾 不分上下 只是就算如此贴心地服务 宋燃也依旧 没给过齐君一个好脸色 他只是暂时把这当成 一个避风港 墨千行的话 他没有忘记 此生不再相见 没有比这更狠地分手了 林玉柔得知 宋燃离开墨千行之后 心里早就坐不住了 恨不得立马跑到墨千行那儿 头怀送抱 安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但是他知道 就算去 也不能空手去 他知道目前 墨千行最需要的是什么 墨氏集团 齐君果然说话算话 他早早将设计方案公布 大家已经默认为 那是骑士集团的设计稿 现在墨千行 不得不修改自己方案 重新规划设计图 他这几天 没日没夜地加班 就是为了能达到 在市场上 获得优先位置的权利 而这好像 也成为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就连思慕也觉得 这样下去 墨千行的身体迟早会垮 哪有人能几天几夜 不吃东西疯狂工作呢 千行 一会儿开完会 跟我去喝喝酒 放松放松吧 你也忙了好几天了 放心 咱们公司的设计人员 都是专业的 肯定能在明天之前 设计出新的方案 你就别这么折磨自己了 要喝你自己喝 墨千行直接了当地 拒绝了思慕 他现在完全没有心思 在花天酒地上 只要有一点能打败 齐君的机会 他都不会浪费一分一毫 而此时 一个身材火辣 穿着性感的女子 正在敲办公室的门 看到林语柔的时候 思慕的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她还真是会挑时候 看见林语柔进来 思慕便拾趣地出去 只留下墨千行和林语柔两个人 上次的事情 墨千行还没有原谅 林语柔没想到 她还真有胆子在过来 墨千行没理她 而是默默地一个人工作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如此认真的样子 林语柔对墨千行的喜欢 又多了几分 立马拿着手里的日式料理 对墨千行嘘寒问暖地说 忙了这么久 累了吧 先吃点东西 不需要 请你离开 我都听说了 你为了这个新的设计方案 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你总不至于 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吧 我再说一遍 请你出去 墨千行根本不想理会 林语柔的温柔香 而是狠狠地对她吼着 这一次她连最后的礼貌 都不想给她 你还是老样子 连话都不想听我说完 你会后悔的 秦香 墨千行知道 林语柔是个狠角色 她说这种话 定有她的道理 我怎么会后悔呢 说来听听 有的女人 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而有的女人 则会帮你解决危机 我来 是来帮你解决危机的 墨千行自然知道 那个带来麻烦的女人是谁 然而她并不确定 林语柔能帮她解决什么危机 只要不时不时地来骚扰她 就已经是对她最大的帮助了 你能给我解决什么危机啊 墨千行一脸的不屑 就连说话的语气 都是那种怀疑 然而林语柔却信誓旦旦地说 当然呢 我就是带着人来的 进来吧 林语柔对着门口说道 而进来的 则是一位长相清秀 自带气质的男人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